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鱼座阿布罗迪 那这一次呢终于等到了870块钱 现在才收到手 不废话 开始打开来这个外包装 好的 这个呢就是外包装的部分 一拿到手就感觉很薄 而且呢也没有什么重量 这个倒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这边正面阿布罗迪的名医造型 个人啊感觉六款的名精 这个阿布罗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然后呢背面则是刚刚开始 在哈迪斯十二宫刚刚登场的时候 三个角色 两个水产组合 中间这个就是史昂 没错 今年的七月份 这款史昂呢就要发布了 名精 名六精就要集结了 个人也是非常期待的 那么拆开来看一下 打开来看看 为什么你这么薄 是不是有一些偷工减料 还是因为里面的一些名医比较的少呢 内包方面呢是有两层 这一次为什么这么薄呢 因为这边下面这层啊 东西它不是很占空间 所以说就比较薄了 也不是什么偷工减料 这边是素体加上一些名医 然后呢这边有四张的替换面雕 五对的替换手型 可以说这个配件还是很丰富 那么来看一下素体的表现 在素体方面我们重点要考察的就是 它的松紧度到底是如何的 其他的其实我们也不是很关心啊 嗯 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边好像右边膝盖稍微会有点晃动 其他的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松紧度很靠谱 而阿布罗迪作为十二黄金中的颜值 当当它的面雕就显得尤为的关键了 这一次果然是没有让我失望 而且明金系列 它的嘴唇啊 是这种有一点带着暗紫色的 有点像是中毒一样 显得更为的邪魅 剩下的四张替换面雕呢 给兄弟们简单的展示一下 首先这个是嘴中含着玫瑰的这个面雕 感觉这个绿色的枝干的部分 有一些粗糙 好像是嘴巴被人划了一下 嗯 这个是我个人感觉不太喜欢的 然后呢 这个是碧眼的 这个樱桃小嘴真的是超级的小啊 然后呢 这一张是一个睁眼 然后呢 明嘴带着一点邪笑 这边右嘴唇有一点上扬 嗯 看起来也是蛮搞笑的 然后呢 这一张就是一张 呐喊的脸 由于它的嘴唇啊 是有上色的 所以说这个呐喊的脸 看起来也是比较的有意思啊 整体来说 这一次的面雕刻画 我觉得无愧为是 十二黄金中最高颜值的一个 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 最后在替换手型方面 总共有五对 上面的这三对呢 都是比较常见的 一个普通握拳手 这个是摊长手 这个是微微弯曲的造型手 这边底下的是握头盔的手型 最后的两个分别是握着 应该是手上拿着 白色跟黑色玫瑰的手型 这个玫瑰的细节刻画 也还凑合吧 有一些意气 有些意色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然后呢 是拿不下来的 OK 那么接下来 进行的就是人形着装的部分了 好的 现在开始呢 也是它的人形着装了 这一次让我比较意外的就是 这一款鸣双鱼 它是没有膝盖甲的 我刚才找了很久 然后呢 我又翻阅了一下说明书 发现这一载真的是没有膝盖甲 哇塞 这个让我有一点点郁闷 你看这毕竟 关一下膝盖里面是会露线的 这为什么没有呢 难道是因为这个鸣医 然后膝盖没有地方放吗 这一点就 我觉得有点小小的坑爹啊 这个是一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坑爹的事情就是 因为现在鸣双鱼啊 已经是明晶系列的 倒数第二款了 然后呢 今年的7月份 最后一款明屎昂 明白羊这个屎昂啊 出一下 这个明晶系列就要收尾了 就已经集结了 但是很郁闷的就是 我到现在为止 我的明水平还没买 当初做视频的那个 是一位迷友好心 借给我录制视频的 因为当时的价格 已经炒得比较高了 然后我没有入手 真的是很郁闷 结果没想到 现在已经2200多块钱了 因为如果大家早期的时候 有收明晶的话 比如说明双子 然后呢 明山羊 包括明巨蟹 你们都会发现 明晶的玩具都特别便宜 当时我都是300块钱左右的价格入手的 所以说我一直觉得明晶系列啊 是一个大白菜 然后呢 当初明水平 那个就是PB上面 大陆的PB上面呢 挂出来是500 好像595还是多少钱 我心里想 你一个这个明晶系列 卖595 你坑爹呢 这个是个爹货啊 何必要预定 何必要买呢 然后我就想着 等个大货出来之后 过一段时间降价了 然后我再入手 结果没曾想 一出货 就已经六七百了 然后呢 瞬间就八九百 然后呢 就四位数了 我当时就已经有点感觉不对了 我就想再过一段时间 是不是就会下降呢 结果结果 越等越着急 然后呢 今天我上去看了一下 已经2200块钱了 这个2200多买一个明水平 当我有病吧 是吧 有病是吧 所以说我可能这一次 是不能够 就到时候 我的那款 明白羊 史昂 最后我就做不了明金 六明金的一个集结视频了 这个我很难受 我再想想办法看看 一直想要 就是冲动的去购买 但是呢 实在是说服不了 我自己去买个这种东西 2000多块钱啊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 迷友能够帮帮我 哪里可以代购啊 或者是哪里比较便宜的 帮我留意一下啊 只要是低于2000块钱的 我咬咬牙吧 这个是一个 OK 那么拼装到现在啊 都算是比较轻松 但是我刚才已经看到了 有一点点小小的掉漆 在我手上 这个明金系列 毕竟是比较容易掉漆的 好了扣上去了 然后呢 这边再扣上去一下 我先把他的所有的 除了头盔之外的 所有布件啊 我先给他全部都 哎 这个东西怎么又掉了 等一下 啊 不好意思 失手了 那么现在差不多 就已经拼装的 可以了 两个肩甲 再来装上去一下 然后呢 再跟兄弟们说一下 他的这个合金含量是如何的 这个先扣好一下 然后呢 这个肩甲 可以说这颜色啊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 明金系列 我觉得这款这个颜色呢 看起来就更舒服了 然后肩甲扣好 OK 那么来说一下 这款明双鱼 首先我刚才说过了 它是没有膝盖甲的 然后呢 大腿甲跟小腿甲 除了旁边这个 类似于鱼鳍一样的东西 是塑料部件之外 都是金属的 然后呢 这个裙甲位置 除了刚才那个 飞出去的东西 是塑料的 也是金属的 然后这边这个手甲 你看一下 也是这边尖刺地方 包括这个小手甲 都是塑料之外 其他的都是金属的 副甲是塑料肯定的 然后呢 胸甲 包括这两个双层的肩甲 它都是金属的 金属含量方面啊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怕是旁边这个尖刺地方啊 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就是这一次 为什么膝盖位置 是没有的 有一点小小的坑爹 好了 那最后呢 就是这个头盔的部分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头啊 进行个简单的替换 OK 头部呢 替换好了 有它的专属的刘海 包括两个替换的小前发 这个样子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全塑料的头盔 咱们给它用力的扣下去 它中间有个圆形的凹槽 好的 很顺利扣好了 那么这款 鸣双鱼 阿布罗迪的 整个名医人形着装 就已经组装 完成 那么这款鸣双鱼 阿布罗迪人形着装之后 颜值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虽然双鱼做的实力不咋的 但是外形绝对是赏心悦目的 加上明金这种黑色与紫色的暗色系搭配 别有一番风味 如果硬要挑毛病的话 恐怕就是没有膝盖甲这一天 有一点蛋疼啊 兄弟们我的魔玩咨询互动平台正式开通 扫描二维码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刘哥魔玩就能够找到我 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有互动交流的就赶紧来骚扰我吧 你留言我回复包你满意 不说了我要去回复信息了 最后给兄弟们简单的展示一下他的名医形态 我这边都已经拼装好了 那么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呢 这个是鱼头的部分 可以看到这边前方是头盔的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就是两个肩甲上下肩甲扣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 第二部分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后半截的 其实呢 就是小腿 然后呢 前裙甲 旁边是后裙甲 这边就是大腿甲 然后呢 上臂甲跟下臂甲 就是四肢的部分啊 扣成了这个部分 第二部分 然后第三部分就更简单了 这个就是胸甲 腹甲 然后呢 裙甲 这个是身体的部分 好了 现在来组合一下 首先先把这里 给大家扣进去 这个应该跟黄金版本的是一样的 我当初有做过黄金版本的这个详细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 那这边再把这个头部 咱们给它扣紧一下 好的 舒服 漂亮 这个就已经拼完了 那么这个是它底下的这个小支架 这个是需要你扣进去的 然后呢 底下是四个手甲 但是我就扣了两个一丝架就行了 那么可以看到 首先这边的一个凸呢 对应它这里 有一个凹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 先给它固定 不对 我们先把这里旁边啊 给它固定上去 它旁边这里你看 也有个凹 我们先把这里 最紧的地方 给它固定上去 然后呢 再把这边底下 固定下去 OK 那么 鸣双鱼的 鸣衣形态 就已经拼装 哎 待会儿 失误一下 再来一下导演 不好意思啊 该手剑 拼装 完成 那么鸣双鱼的 鸣双鱼形态呢 之前介绍黄金双鱼的时候 我就已经说过了 大体上是有一个鱼的样子的 不过呢 这边旁边侧面 还是有比较多的空洞 包括这边的这个腿部啊 玩具嘛 也没有办法做的那么的完美 这个能够有个大概的轮廓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反正我是不会摆 它的这样的一个 鸣衣的造型 要摆它的这个圣衣形态 还肯定是要黄金的这个 黄金魂的12升黄金 摆起来才有样式 那么普通的黄金 包括鸣鸣系列啊 就摆一个人形就不错了 OK 那么今天呢 做的非常的简单啊 因为我感觉圣衣神话 现在都已经做的非常的成熟了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介绍的点 就是给你们看一下人形 包括它的名义形态 然后呢 整个拼装过程 一边拼装一边跟你们聊聊天 也就这样了 OK 那么这视频就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住点赞收藏 投币弹幕 四连基因波 然后呢 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刘哥魔玩 同时也关注一下 我的微信公众号 也是刘哥魔玩 那么兄弟们 下视频再见了 拜拜